走 走了一天我脚都起泡了 是吗 待会儿跟你揉揉 怎么了 没什么 你先回去吧 你要做什么去啊 放心 我很快就回来 这是谁送来的信件啊 我去吧 原来你是去取慕芙蓉花糕去了呀 这么神神秘秘的至于吗 这里没有慕芙蓉花 所以做不成慕芙蓉花糕 勉强用这个 你是不是打算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 你怎么会这么觉得 那这个呢 这个怎么说 一些小事而已 不许让它打扰你我 信上都已经说了 这是第五封信了 怪不得我说我为什么老是闻到 一股墨香的味道 你是把信全都给烧了吧 无妨 我心中有数 你拖他制的法器 如今已经到了收尾之期 此等高庙法器 丞相之日最为凶狠 如若收尾收不好的话 之前大家的经历不但白大 还可能会被反噬 所以 你还是快快回去吧 沈叶这边 沈叶那边我自有分寸 我一定会处理妥当 但是我会出去很久 很久 很久是多久 几个月 几年 那 总归好几日吧 才几日 看你说得更要去好久似的 一日不见 如歌三秋 还不够吗 你看你 还说自己不会说好话 殿下 谢泽大 怎么了茶茶 快说 刚刚宫里来消息 说上军和军后 好久没有见到殿下 让殿下进宫 以为相似致情 给夫君母后请安 免礼 谢夫君 进来可好啊 回夫君的话 一切都好 听闻西泽神官 近日住在你的府上 你们相处得还好吗 我与西泽神官 相处的一切还算平顺 如此甚好 只是相处的还算平顺吗 近来王城中可是盛传 你和西泽大人恩爱有加 很是让人羡慕 回母后的话 我与西泽神官确实去逛过世纪 但是并未做出有损王家体统之事 无妨 从前西泽一直冷淡 能对你如此热心 我们都为你感到高兴啊 有劳父君和母后挂心了 没什么事 那你就退下吧 是 对了 沈夜不是在你那儿致贱吗 现在致得如何了 我对于致贱不甚了解 不过却从未听到 他说过有什么不顺利或者麻烦之事 所以想来应该还算是顺利的吧 算是顺利的 如此重要的兵器在你的府上锻造 难道你不应该去过问一下 母后教训得是 是 我这就回去问问情况如何了 这样吧 不如我同他一块回去 查看一下进度如何 如此也好啊 你们母女俩平时也难得说这话 去吧 那你陪父君聊聊天 等等我 是 母后竟懂得如何致贱 不懂 那莫非 母后是想借这个机会 与我单独说些什么是吧 希泽怎么突然看上你呢 母后好奇怪竟会这样问 希泽大人早已是我的夫君了 可是我听说 希泽大人一直久居于秦南后山 你们夫妻是有名无实啊 母后 那都是外面的传言罢了 希泽大人与我一直都十分恩爱 难道母后宁愿听信小人谗言 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女儿 放肆 母后息怒 我只是在阐述事实罢了 不知母后为何会突然提起希泽 难道是听闻我与她恩爱之名 母后反而有些担心了 你如今是仗着希泽宠爱你 都胆敢这样跟母后说话 不敢 阿兰惹的这个母亲 当真对她如此厌恶 母后 我带你去这间房吧 不用了 我自己去 今天真是奇怪 军后刚过几日就再度来访 就不怕上军怀疑吗 你放心 这次是她让我来的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要造反的人又不是我 无论如何 本宫都不会牵连于你 过去的你 不会这样沉不住气 本宫今日前来 就是想再问你一次 倘若你愿意加入 就请明确表个歹 若你不答应加入的话 也请直说 即便没有你 本宫也会动手 殿下 殿下 怎么 老管事前来传话 说是沈夜大人 邀你前去孟春院 什么 邀我去孟春院 是 她可曾有交代过是何事 我问老管事了 她也不清楚 知道了 我一会儿就去 到哪里 我为了 可知这是什么 似乎是某种法器 有何用啊 这是琉璃斩 可以搜集原神和记忆 搜集原神 这里面 就是阿兰惹的原神 这个梦 就是我为复活阿兰惹而造的 这阿兰惹之梦 果然是你造的 你上次不是说 替阿兰惹感到不值吗 我不想知道你是谁 但是 我要告诉你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无情无义 我的真心都在这个梦里 这里 就是我为了复活阿兰惹而造的 我一直在用琉璃斩 去收集她的原神 一直想 她能够回到我的身边 所以说 这并不是阿兰惹的心魔 而是你的心魔 对 自她死后 我就一直在这梦中 陪她重复经历着她的人生 在她死的那一瞬间 收集她的原神 阿兰惹 她一定会知道的 已经对她如此神奇 可是这帝仙死后 还能复活吗 守而有中的帝仙们 和凡人一样 会通过截破灯和其他方法 再度重生 纵使原神消散无影 截破灯也没有办法 但只要造出这个梦境 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 还可以让已死之人 复活 我同陌生少演了一场戏 我还觉得有些内疚呢 却没想到 你竟也是在演戏 那你现在为何要告诉我 我本不想告诉你 但由于你的出现 你占据了阿兰惹的身体 一切都变了 希泽变了 全音寿石阵没有了 就连清华找我的时间 都提前了 本来每经历一事 我都可以收集一部分 阿兰惹的原神 明明这一事我就要成功了 可是没想到 可是没想到 你可能会因为我 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了 我知道 一定有人在暗中指导你 让你按照阿兰惹的生命轨迹 继续演下去 这个人 就是苏莫叶吧 对 陌生 他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凭什么知道 他有什么资格知道 就因为他的出现 让阿兰惹离开了我 可是在阿兰惹生命最后两年 他却去了西海 他知道什么 他根本不知道 后来阿兰惹的选择 你要想出去 你只能听我的 因为有了你 变数重重 我们只有回到原来的轨迹 才能完成原神的收集 你想要让阿兰惹复活 是想要弥补过去的错吗 错了就是错了 我从不想欺骗他 但是无论如何 我都要让他回来 无论到时候他恨我也罢 使我如陌路也罢 我都要当面对着他说 我们有太多误会 我们错过太多 我爱他 我不想再失去他 好吧 那我帮你 不过不是因为你 是因为阿兰惹 他活得实在太痛苦了 我想让他再复活一次 至少在这世间 还有人对他如此神奇 什么人 一上来救下杀手 那就别怪我坏你好事 好好待着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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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怎么了 我都看到了 你看到了什么 阿兰惹的记忆 凌书台 书席 全音手 阿兰惹 原神和记忆 都进入你身体里了 没错 我先扶你回去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发生了什么 那你自己去看吧 事情都太过琐碎 太多了点 随便挑一段时日看齐 那日你将这四季果树 搬至院中 如今也已经开花结果了 蛇阵中也有四季果树 我幼年时都是吃这个 听说从前蛇阵中并无此数 却在一夜之间 竟然生根 发芽 开花结果 想必是老天爷也在怜悯我吧 你和阿兰惹 确实有关一段真情 阿兰惹对你之心轻轻白白 可昭日月 但你对他 似乎不是那么真切 是啊 阿兰惹待我如此 我却太懦弱 太不懂得真心了 可是阿兰惹 与你共处的那段时间 是他最惬意的时光 如果让一切 都在那一刻永珠 也没什么不好的 似乎后来的事情 都有些悲痛 其实 你可以选择不去了解他 你看到了什么 你同 你同阿兰惹在下棋 然后呢 茶茶走进来了 殿下 大人 上军呢 何时如此慌张 慢慢说 宫里来消息 说上军病轰了 夫君一向身体安静 怎会突然 大人 这事 这个是aden 好 好 吃点 好 好 出去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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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等我回来 这局先做残棋流程 等我回来 去吧 我回来 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